Lun Sang 第三壤 讓我播出烏雲密封 蛛絲馬跡被我記錄 燒起潮落 起起伏伏 世間萬物為我庇護 殺草熬意 對守小粒 堅任安棄 硬化暴漁 成見出惡 出江蜂弱 仁願情仇 江湖道義 走過刀山火海龍湯狐血 黑黑風高我的光芒照亮了虎眼 真相的火焰在我腦海浮現 陰謀歸計無法左右我的主見 任我一早一世刀光盡陰現神通 粗暴安良為國為民我在下個夢 雨淋到不通把我傷不動 笑傲江湖像令狐中 讓我鬧天空像孫悟空 小龍虎毫無功 刀剪在我手無愧於天地 長生為我救守護江山反壁 衛下這大修煉在瀑布之下 瀑布是我鋪馬步屬我的部下 見舞狐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所說的就是你是我的女月郎 衛下這大修煉在瀑布之下 瀑布是我鋪馬步屬我的部下 見舞狐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所說的就是你是我的女月郎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大修 你是天子 是皇帝 這些事你坐鎮宮中 一句話就可以解決 何必要親自出宮 想必是拿太歲給你出的主意吧 母后 您就是對太歲有成績 沒錯 是太歲給我出的主意 可我覺得沒錯呀 每次上朝 百官們都說國泰民安 百姓安居樂意 可事實呢 若非聽太歲說起 兒子至今都不知道川鼠之地 已經有幾個月沒有下雨了 不管你什麼原因 今天你就是不許出宮 母后 您怎麼不講道理呀 我最大的道理 就是把你保護好 所謂千金之子 坐步垂堂 你身為天子 一身肩負天下 又是外出師 遇到危險 你想過後果嗎 我是去救濟災民 能有什麼危險 又不是上戰場 你也知道是給流民失州啊 你知道流民有多少人嗎 都是些什麼人 要是萬一有歹人混入其中 對你行刺 又該怎麼辦 我有禁軍和太歲保護 不怕帶人行刺 現在還沒長大 翅膀就硬了 給我留在宮中好好反省 來人 給我把門關好 要是皇上趕出寢宮一步 唯你們是問 母后 母后 好 將軍 這是大理國王前些日子 禁貢的新茶葉 叫雲夜茶 不但味道甘甜 據説 還有養生暖胃的功效 將軍不妨品賤一耳 太后啊 臣一介武夫 要論得喝酒 還能嘗出個好壞 但對茶道 臣可是一窍不通啊 太后賞得肯定是好茶 讓臣喝糟蹋了 將軍客氣了 茶嘛 就是給人喝的 臣肉嚐嚐 好 臣嚐嚐 好茶 好茶呀 這茶好 在哪裡臣其實 也說不上來 不過肯定比臣家裡的要好 去包石金雲夜 送到將軍府上 是 太后 臣不是這個意思 將軍不必客氣 且不説曹氏 但是幾代中軍愛國之心 就說姚光也救過哀家的性命 區區茶葉 將軍何必推辭呢 那好 臣謝太后賞 好 對了 說起姚光 她還未曾婚配吧 太后啊 我這個丫頭 整天五刀弄棒的 我都擔心哪 她嫁不出去了哦 怎麼會呢 姚光聰明可愛 又長得漂亮 哀家就很喜歡她 每次一想到她 哀家就羨慕 將軍家有這麼好一個女兒 皇上登基也有一段日子了 待年後改元 也該立皇后了 最近啊 我就煩惱這事呢 但待我把所有文官武將的女兒 看了一遍之後 我發現 姚光最符合哀家的心意 今天讓曹大將軍過來 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 看看有沒有機會 結個親家 姚光出身高貴 不但是開國功臣的孫女 她二伯更是興平郡主的郡馬 如果嫁過來 可謂是親上嫁親 只有皇后這個身份 配得上她 太后 姚光呢 畢竟比陛下年長兩歲 恐怕 這樣很好啊 女孩子年長些穩重 皇上上年幼 剛好由姚光來管教她 若是如此 臣求之不得 好 一一一 將軍 小姐回來了嗎 小姐在後面呢 丫頭 爹 你找我 我找你有事 好事 大事大喜事 喜事什麼喜事 你又是摸了 還是又拿氣了 那 那 丫頭 其他姑娘像你這麼大 是不是 都當孩子當娘了 你又給我相親了 怎麼說話呢 沒大沒小 成何弟童 爹 你不是不知道 我和太歲 我們兩個都 不要跟我提太歲 她根本就配不上你 配不配我說了算 丫頭 丫頭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太歲這孩子不錯啊 可是 她這身份和我們比起來 差得太遠了 咱不提身份這個問題 太歲呢爹喜歡 好小夥子 但是 要和你一起過日子的話 不太合適吧 行行行 別婆婆媽媽的了 說吧 這回讓我嫁給誰啊 爹剛從宮裡回來 太后看上你了 什麼 太后讓我嫁給她 看一下 太后是讓你嫁給皇帝 你就是皇后了 我就是當朝國照了 什麼 就皇上 那小屁孩 太嚇了 當今皇帝 你怎麼能說她小屁孩呢 她當朝皇帝 她也是個小屁孩 去 我告訴你啊爹 誰愛嫁誰嫁 你愛嫁你嫁去 我可不去 妖光這 還能商量嗎這個 母后 您是不是向曹大將軍提親了 是啊 怎麼了 你們先出去 母后 您要讓我娶別的女子 我絕不反抗 但是姚光 她跟太歲兩情相悅 我跟太歲又是兄弟 我怎麼能搶兄弟的女人 住口 什麼兄弟啊 你是皇上 跟一個臣子 稱兄道弟 成何體統 皇兒啊 你年紀小 有些事情你不清楚 曹家是開國遠勋 現在 一門七虎將 手握重兵大權 說是國之駐食也不為過 皇兒雖已登基 但尚年幼 主少國儀 在所難免 可是如果你娶了姚光 就不同了 有了曹家之旨 軍隊的事情 你也不用擔心了 有武力做依靠 你的江山 自然就穩固了 難道這就是外邊人說的 天家無情 難道咱們為了利益 什麼都能犧牲嗎 犧牲什麼了 遙光這孩子 哀家是真心喜歡 讓她做皇后母仪天下 有什麼不好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 對太歲有愧 就多賞她幾個美女 給她個大觀做 母后 你太讓我失望了 不管怎麼說 我不會去遙光的 曹大將軍 我把太歲給你帶來了 曹大將軍 不知找在下所為何事啊 是這樣 今天我找你來的 是為了遙光的事情 遙光年紀不小了 我想讓她嫁人 嫁人 這 這不太好吧 畢竟我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再說 我現在還沒有到婚配的年齡啊 誰說你了 除了當今天子 誰 能配得上我女兒 這 這怎麼可能 遙光不會答應的 皇上也不會答應的 太歲啊 父母之命 媒婦之言 他們答不答應不重要 只要我和太后答應就好了 所以呢 以後有事沒事 都別找遙光 免得毀了我們家遙光的清日 這不可能 不可能 你的話說了算嗎 要是你再敢找我們家遙光 你會比上回更慘 我不答應 我相信 遙光也不會答應的 曹大將軍 你應該比我更了解他 你覺得 你能拆散得了我們嗎 我女兒是要當皇后的人 不是什麼阿貓阿狗都可以惦記的 好啊 你不是喜歡我家女兒嗎 那我就給你一個機會 如果你能夠穿紫袍配金魚帶 我就把遙光嫁給你 這有何難 有氣魄有膽量有能力 老夫佩服 太歲 紫袍金魚帶 只有三拼以上的官員 才能穿呢 好啊老頭子 你挖坑給我跳啊 我有嗎 你喜歡我家女兒 我給你一個機會 而且你已經答應了 我是答應了 那我哪知道那個什麼 紫袍金魚帶 是什麼人才能穿的呀 大丈夫一言即出 刺馬難追 你答應了 我是答應了 可我剛才不知道 你答應了 好 我就答應了 不就是這個什麼 三品官員紫袍金魚帶嗎 我就穿給你看 太陽 這小子現在什麼管 是不是連那個什麼 御前侍衛都還沒混上呢 我告訴你 如果你官運亨通 想要穿上紫袍 三十年 好吧 老夫三十年以後 再等著你娶我女兒吧 對呀老頭子 你是得好好等了啊 保重身體 要不然女兒出嫁那天 你都等不到了 你 老夫真是讓你給氣婚了 什麼三十年 我就給你半年 半 半年 半年時間 要是半年之內穿不上紫袍 休想再見我家遙光一滅 你 你別走 你這老狐狸 怎麼說話不說話呢 氣死我了 你說 太后娘娘 你不要把遙光嫁給皇上啊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求你開恩 不要拆散我和遙光啊 你闖宮驚嫁 可知該當何罪 太后娘娘 遙光 遙光她不想做皇后啊 來人哪 把她給我拖出去 不 太后 你不講道理 你闖宮驚嫁 還敢辱罵哀家 把她給我拖出去 仗贖六十 你如此這般 不怕把陛下交成一代暴君嗎 拖下去 太后娘娘 你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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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下來 陛下 太歲被太后擇罰正大 陛下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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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歲 快起來 皇上 皇上 你沒事吧 我沒事 去教御醫 是 快去教御醫 不 皇上 我師父醫術高明 你趕緊 把我送回鼓吹台吧 還真的遇你來 是 快點 女兒 你這是去哪兒啊 爹有什麼不對 你說 爹 女兒 女兒問你 是我曹家遭遇什麼不測 需要抱皇家大腿來解決嗎 這個 還是說已經敗落了 需要跟皇家結親 來抬高身價 這是什麼話呢 如果是 曹家生我養我 為了全家上下 我應該的 我可以做 如果不是 就不要用你們所想像的幸福 強加到我身上 我不喜歡 真的不喜歡 女兒 你去哪兒呀 回北斗司 我想她了 母后 您怎麼能這麼對太歲 怎麼 她擅闖進宮 辱罵太后 哀家還不能罰她 她是不懂規矩 但是她有功於設計 您這麼做 就不怕大臣們開了寒心嗎 有功則賞 有過則罰 賞罰分明才是道理 母后 您這是搶辭奪理 並非哀家想罰太歲 而是你上年幼 如今寵信一個年齡相當的進尘 難免會有所不妥 尤其太歲與姚光相愛 姚光的父親 又是權柄最重的大臣 他的幾個兄弟也是朝中高官 一旦他倆結合 難保將來不又是一出塵橋兵變 不得不防啊 太歲不是那樣的人 這裏沒有外人 這裏沒有外人 就你我二人 我也不怕說句憲家醜的話 當年周氏宗柴容 也是拿你伯祖父 當作親兄弟看的 授予重兵 違以重任 後來你伯祖父還不是 母后 這就是您想多了 這是防患於未然 你是一朝天子 豈能感情用事 要當一個皇帝 有時候為了一些事情 必須要做違心的事 這是做皇帝 必須付出的代價 如果這樣做才是一個好皇帝 那兒不願當這個皇帝 誰願當誰當好了 太后 曹大將軍求見 臣 曹偉 拜見太后 免禮 謝太后 大將軍怎麼這時候過來了 太后 太后 臣 臣想請太后恩允 容臣辭去 君中一切職務 請太后恩允 曹將軍 哀家有幾句話 想問問你 太后捶詢 臣知無不言 曹將軍 曹將軍辭去軍職 你曹家六個 在軍中任職的兄弟 是否也要辭去軍職 曹家辭去軍職 你曹家兄弟多年帶出來的將領 是否也要一起辭職 曹家辭職 我兒登基不久 國政尚未定 東來和北叔虎視眈眈 很有可能就乘虛而入 曹家歸隱田園 屆封一起 乾坤震盪 到時候誰來擔此重任呢 太后 可憐天下父母心 曹愛卿 哀家何嘗不知 你對女兒的一片怜惜之心 可是否也請大將軍 體諒體諒哀家的難處 大將軍以為 哀家想做這個惡人嗎 我並未猜忌太歲 但環境會變 感情會變 人也會變 為了我兒的江山穩固 就算我再不願意 我都必須站出來 做這個惡人哪 陛下 太后吩咐 您不能隨意出門呢 你們敢安置 能力都被趕 不敢 讓開 讓開 陛下 好大的膽子 竟然敢安陣 陛下 陛下不能走啊 太后吩咐過 快去禀報太后 太后如此苦心 臣肝老徒弟 太后 願報太后 太后不好了 皇上又出宮去了 賭來不得 請太后降罪 什麼 好 師父 我都說了 我肯定沒事的 我你還不了解 徒兒 人不能跟天鬥 放手吧 師父 我知道 你說這些都是為了我好 可是 人這一生 會遇到很多美好的人和事 有些人 也許會很貪心 想把一切美好的東西 都攔在懷裡 可是徒弟 只想好好把握好一樣 只要遙光沒有變心 我是絕對不會放棄他的 是啊 遙光 我 我也一樣 只要你不退縮 天崩天裂 都分不開你我 傻丫頭 放心吧 我是不會讓別人 把你搶走的 頭髓 哪 甚至 人不走 你 你讓美女 你不走 你不要動 為了 太子 我 還好 商量 或許 在这儿等着吧 太后驾到 太后驾到 不中威夷 还私自出宫 你的性子是越来越野了 将来可怎么得了 快随哀家回宫 太岁受了重伤 我跟他亲如兄弟 来看看他 有什么不合情理吗 陛下是君 他是臣 朕不跟卖女求荣的人说话 放肆 曹将军劳苦功高 你竟对他如此无礼 这是国君所为吗 母后这番话 我要是把曹将军这三个字 换成太岁 母后以为如何 你 陛下 前辈不必走理 太岁怎么样了 他在房中 太岁 陛下看你来了 来 糟了 我不能让皇上知道 我那么快就好了 来 帮我拉起被子 快 好 谢谢 快快快 来了来了 太岁 逆子 太岁 你给我站住 老将军 陛下 我就是进去看看他的伤势 我就是进去看看他的伤势 我的人是欺人的 他就会的话 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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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前辈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多谢前辈 救我母子性命 妾身永生难忘 这月来是 劫草闲还 以报大恩 小娘子不必多礼 来 这边请 这些人 可是来抓你的 前辈 看在孩子的面上 救我一命吧 小娘子有所不知 我虽然会一些江湖小玩意儿 但是在这些铁骑大军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 就算是拼上性命 也无济于事了 不用救我了 前辈 救救孩子吧 救救孩子 前辈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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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哥 接受你了 优优你了 因爹 goods 就是希眼 前辈 您是不是 就是当年救了我母后的那位奇人啊 那我哥哥呢 太后 把陛下有位哥哥的事情 告诉陛下了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能告诉朕啊 前辈 我亲生儿子呢 他在哪儿 难道太岁他 太岁他就是吗 母后 您说太岁就是我亲哥哥 来 来 来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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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臣伤得太重 无法下床行礼 还请太后恕罪 我的儿啊 师娘对不起你 太后 你 你是不是病了 娘没事 师娘对不起你 我的儿啊 娘再也不跟你分开了 陛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先皇对外宣布 我是太后的亲生儿子 但民间多有非议 对吧 这世上 确实没有不透风的墙 没错 太后 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我的亲生母亲 是理财人 我的亲生母亲 原本只是太后身边的一个侍女 受了我父皇的灵性 便有了阵 当时我父皇向天下宣布 太后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为的是把她修仪的身份 晋升为皇后 这件事情 在德妙行刺我爹之后 母后便对我说了 说在这之前 母后还有一个孩子流落在民间 那时候 她被我先祖父 发配到民间 后来颠沛流离 你以至于最后再未生育 陛下向臣直言 臣感激不及 陛下今日所言 入臣下之耳 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望陛下宽心 那是说出去 倒也无妨 既然我这个兄长回来了 是一定要认祖归宗的 谁在这种江湖 不曾有过放肆 谁只在我的梦中过去往事 如梦如幻影 如我只剩若倒影 谁管我们是否知晓红尘就此 谁推肯拿上空门朝朝无知 如梦如幻影 如我转身离断青丝 心火不灭了 心火不灭了 才说 醉生 梦死 浪淘尽多少 英雄中 小时 还突年 旧日 谈 不不良 成 故人 如 本无憾 谁的英雄 往事 爱恨 皆无知 原来生 无憾 我彼此 原来生 无憾 我彼此 尽 作词 来生梦死 狼套尽多少英雄 终小时还拖年旧日谈 不顾两成故人如死 本无憾谁的英雄 往事爱恨皆无知 原来生梦喊我名字